我们都以为马斯克是和马云一样的商人 但是其实马斯克是征服了商业界的科学家 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发明家 所有我们知道的成功人士 比如巴菲特、李嘉诚、马云、比尔盖茨 他们都只是有远见的商人 他们玩的是资本 很少参与公司的制作团队 但是马斯克不只是SpaceX和特斯拉的CEO 还是两个公司的总工程师 他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 把80%的时间都花在工程和设计上 而不是放在营销和社交媒体上 马斯克疯狂热爱物理学知识 他甚至把他最小的儿子取名为 你读读看 你读不出来吧 不止你读不出来 我键盘也写不出来 他的正确念法是 其中X代表的是位置数 AES 其实就是AI精灵语的写法 他相信学习和物理是唯一能拯救人类的未来 他也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他儿子的身上 我接下来会与你分享 马斯克是如何透过他极强的学习能力 和他的思考方式 让他从一个写代码的到创造比NASA更牛的火箭 再到现在人人认为最接近神的人 开始之前我还是强调一下 90后创业家赵雨霞这个频道 是专门培养企业家 投资家 和有钱人的 如果你想免费得到这方面的咨询 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免费获得马斯克的自传 硅谷钢铁侠 记得看到最后哦 第一 保持终身学习 马斯克有两个终身学习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阅读海量租籍 他曾经说过 世书本首先抚养我长大成人 然后才是我的父母 世书如命的马斯克 一个月就能读完60本著作 马斯克学东西特别快 每天常常花10个小时的时间进行阅读 甚至在一天的时间内 可以读完并且消化两本不同类型书籍的知识点 阅读量远远超过同龄人 与马斯克的弟弟金伯尔马斯克回忆说 自少年时期开始 马斯克每天阅读两本不同学科的书 也就是说 如果普通人一个月就能读完一本书 马斯克的阅读速度是普通人的60倍 马斯克还经常和图书馆的管理员抱怨 怎么不多采购一些图书回来呢 马斯克曾说 最爱的书是银河系漫游指南 他教会了我 比解答问题更难的是提出问题 因为一到你做到了 其他所有的事情都迎刃而解 连马斯克自己都承认 从小保持阅读习惯 是他所有疯狂想法的底气 在所有企业家都选择退学的时代 马斯克是唯一不退学 还拥有物理和经济学的本所学位 马斯克的第二个学习方法 就是让自己投身在充满优秀人才的环境 他创建特斯拉之前 就会制造电动车了吗 他不会 马斯克在创建SpaceX之前 就会制造火箭了吗 他并不会 而且不止他不会 全世界也只有NASA会 并且书本也没有提及过这方面的知识 那么他选择怎么做呢 为了创建SpaceX 马斯克从硅谷搬去洛杉矶 他把NASA的科学家都挖去给SpaceX当顾问 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说马斯克一般是怎么面试的 他会和每个在火箭不同部分工作的大佬交流技术 一个雇员就说 马斯克会一直向你提问 直到他了解你所知道的90% 当你发现他是在和你偷试的时候 他已经学会了 这也塑造了他超越大多数人知识面的专家 他一直在和最优秀的人合作 每个在特斯拉和SpaceX工作的高管 不仅要在某个领域试专家 他们还得了解每个零件的用法和基本工程知识 这也是马斯克开始传播Clubhouse的想法 因为Clubhouse是让我们以最低成本的方式 投身在企业家和专家中 向他们学习请教 第三 第一性原理 马斯克小时候很怕黑 但他了解到 黑暗是一种在可见波长内看不到光子的状态 所以他觉得害怕一个没有光照的事物很蠢 这就是他小时候如何向自己解释黑暗的 通过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思维逻辑是将大问题拆分成小问题进行解决 小到那种可以用物理知识解决的问题 就是马斯克非常推崇的 第一性原理是用物理学的角度看待世界 也就是说一层层拨开事物表象 看到里面的本质 再从本质上一层层往上走 但我们经常会使用比较思维去思考问题 我们在生活中总是倾向于比较 对别人已经做过或者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也都去做 这样发展的结果只能产生细小的进步与不同 有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在特斯拉电动车研发时期 马斯克碰到电池的问题 行内人士说 现在的电池组真的很贵 而且未来价格也不会下降 因为它过去一直都是那么贵的 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 电池组再也没有改进的空间 或是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 当时电池组每千瓦小时要烧掉600美元 然而从第一性原理出发 马斯克经过研究分析后 发现电池是由碳、涅、铝 其他用于分离的聚合物 还有一个金属罐组成的 随后他想到 如果他去伦敦金属交易所购买这些金属材料 然后再由团队把这些金属原材料 组装成电动车的电池 他这一做法让电池的成本大大降低 由原先的每千瓦小时600美元 变成了每千瓦小时80美元 而这就是他眼中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模型 回溯事物的本质 重新思考怎么做 就是因为这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模式 终于让马斯克解决了非常多 看似不能解决的问题 最终使他在电动汽车、航空、航天 清洁能源等领域 都取得了一些颠覆性的创新 第四 跨领域学习 他否定专一学习的模式 所以他坚持跨领域学习 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是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顶级的人才 那么一定要专注于一个领域 但马斯克却认为这是错误的 他认为我自己只专研汽车行业 那么就不能想到太阳能、火箭发射等 别人想不到的点子 跨领域学习 使我们有机会将事件各种可能都连接起来 如今马斯克的专业领域早已覆盖火箭动力学、工程学、仿生学、人工智能等等 堪称全才,并将这些知识从理论推演到实践中 在中学时期 马斯克对火箭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在课本中学习到火箭的相关知识 后来马斯克决定自己动手制造了一个火箭的模型 还将模型带到学校里面展示 要知道这个火箭模型是可以点火发射的 马斯克这一举动 当时在学校内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大家都认为马斯克是个科学怪才 在一次节目中主持人们马斯克靠读书就能成功发射火箭 马斯克回答 是的,当然还要多做实验 从小马斯克的阅读范围涵盖了科幻小说、哲学、宗教、编程 以及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的传记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阅读和职业兴趣蔓延到了物理学、工程学、产品设计、商业、技术和能源 这种对知识的渴望让他接触到了在学校里不一定能学到的各种学科 马斯克其实还擅长一种非常特殊的学习方式 而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的 这就是迁移学习的能力 迁移学习就是把我们在一个情境中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另一个情境中 它可以是将我们在学校或者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内核应用到现实世界中 也可以是把我们在一个行业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另一个行业 这是马斯克最不一样的地方 而它有一套独特的两步法来促进这种迁移学习 首先它将知识结构为基本原理和思维模型 而这就是刚提到的第一性原理 研究表明将知识转化为更深层的抽象的思维模型 有利于迁移学习 而有一种方法 对帮助人们至关的了解潜在的思维模型特别有利 这种方法叫做对比法 假设你想了解字母A 并了解更深层次的原理 是什么让A成为一个A 那么你可以这么来做 方法一 看不同类型的A 方法二 看大量同样类型的A 你觉得哪种方法会比较好 案显然是方法一 方法一中的每一个不同的A 都能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 彼此之间的相同与不同 而方法二 不能给我们任何的启示 当我们学习任何东西的时候 通过观察大量不同的案例 我们的直觉 能告诉你哪些是最核心的东西 甚至你能打造自己独特的组合 这在我们的热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要跳入一个新的领域时 我们不应该只采取一种方法 或是所谓的最佳实践 我们应该探索很多不同的方法 并解构每一个方法 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和对比 这将帮助我们发现其基本原则 接下来第二步 它重新构建了新领域的基本原则 将它在人工智能 技术 物理和工程领域学到的原理 重新构建成独立的领域 打造了今天庞大而颠覆性的商业帝国 如果你想更了解马斯克是谁 和他的企业发展 你可以看我们上一期的内容 马斯克不会魔法 这只是正确的学习过程 在最深层次上 我们可以从马斯克的故事中学习到的是 我们不应该接受 专业化是走向撕裂成功和影响力的最佳 或唯一途径 而从实践的层面来看 我们可以从马斯克身上学到的学习和思维方式是 第一 阅读海量书籍 第二 让自己投身在充满优秀人才的环境 第三 第一性原理的思维 就是把问题才分成小问题 第四 跨领域学习 第五 具有迁移学习的能力 马斯克是赌一无二的 但他的能力并不成奇 虽然无可否认他是天才 但是如果他本身没有坚持和相信自己的目标的话 他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在他发射火箭失败第三次后 他本身已经瀕临破产 一个亿万富翁沦落到需要和朋友借钱度日 所以马斯克成为神 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对了 如果你想免费获得这本 价值9.9美元的硅谷钢铁侠的电子书 在你留言和订阅我后 去私讯我的IG 我的团队就会在最短时间内发给你了 而这项优惠只开放给前10名的粉丝 先到先得 我会在接下来的影片 分享更多关于有钱人 理财和投资的资料 如果你想我分享任何的富人思维和知识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希望你也可以分享这个影片 给在路上和你一起打拼的伙伴们 好让他们有所领悟 我真心祝福为这幅影片按赞的兄弟姐妹们 早日达到财富自由 并且能成为首富 好了 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 拜